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就涉及到注意的一个选择功能 好 我们说只有通过注意的 只有被注意到的信息才能够进入我们的意识的系统 才能够进入到感知觉的加工系统 才能够进入进一步的一个认知过程中去 所以我们说这个注意啊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滤器 有这种说法 对不对 好 这个的话其实在你们的那个实验心理学当中 有过滤器的模型 最早就是从这个这样的一个思路提出来的 那么注意救气生理机制来说啊 是有机体的定向反射 或者说探究反射 现在的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就表明啊 在大脑在脑这个那个大脑上面的话 主要是脑皮层和一些脑干组织 它与注意是紧密相关的 比如说研究就表明啊 实际上就是说当有言语指示的时候 当需要调节有意注意的这个 对有意注意进行调节监督的时候 它大脑皮层当中的额叶 也就是说最高级的那个认知神经的中枢了 对不对 就会产生活动 而脑干的网状结构的话呢 它有一个维持的 有机体觉醒状态的一个基本的功能 所以说这个部分如果被破坏的话 那么即使人没有死亡 它实际上也会处于一个昏迷状态 也就是没有一个清醒的意识状态了 所以说它跟那个选择性注意也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另外一个跟选择性注意有关的 就是边缘系统当中的海马和伪状核 实际上就是说近年来的研究的话呢 就是说又在大脑皮层当中 发现了另外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 那就是主要是在顶页这一块 发现它是跟有意的注意 这个或者说不是不仅仅是有意注意 它其实跟有意识的这种注意 包括有人说无意注意 其实都跟这一块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讲到注意的话 不得不提的就是注意的品质 这是它的一些核心的特征 核心的属性 那么第一点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注意的广度 注意的广度的话 其实就是注意的范围 它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在一瞬间 意识能够觉察或知觉到的对象的数量 一瞬间 什么是一瞬间 从操作定义上来讲的话 就是十分之一秒 十分之一秒内 我能够觉察到多少对象 实验人研究结果就发现 如果对象是原点 它可能在十分之一秒之内 一下子能够注意到八到九个原点 那当然了 如果你比如说是独立的汉字 那可能只有三到四个 如果说是有意义的汉字 那可能有意义连接 有意义的汉字 那可能就是五到六个 从这个结果大家可以看出来 所以我说注意的广度 如果说我们说跟什么东西有关 它首先第一点 肯定跟自己本身的属性有关 然后它肯定还跟你当前的一个知识经验背景有关 否则不可能会出现 有意义的 你认识的有意义的 有意义连接的这样的一个子汇 比单个子汇的注意广度要大这种现象 第二点的话 就是注意的稳定性 我们说注意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良好的注意稳定性 是高效的学习和工作的一个前提 那么注意的稳定性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注意在同一个对象或活动上所能够维持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念书 一直是每节课只有四十分钟四十五分钟 因为一个人他注意保持稳定的时间应该是有限的 大概可能也就在四十到四十五分钟 如果时间过长的话 可能注意就分散掉 说得非常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节课要比较短的一个原因 这样子的话可以维持比较好的高效的一个学习效率 好 第三点我们要谈到 讲到注意的稳定性就要讲到注意的转移 注意的转移 特别注意一下 它跟注意的分散这两个概念要区分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 注意的转移是根据一定的目的 主动的把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外一个对象 或者是从一种活动转移到另外一种活动当中的过程 它跟注意分散的不同点在于 注意转移是有目的的 我是主动的 我根据需要来转移的 可能是任务状态的要求 或者是我自己的需要 但是注意的分散呢 这没有这样的特点 它可能就是由于外界刺激出现了 我产生的不由自主的一种转移状态 举一个例子的话 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学生上课 学生很认真 一会儿看看老师的讲义 PPT 一会儿呢看看书上的一个讲法 记记笔记 然后呢听听老师说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 它的这个注意的对象在不停的变换 但是这是一个注意的转移过程 因为它是为了能够维持高效的一个学习过程 而主动的把它的对象进行变换 那么什么是注意分散呢 比如说这个学生把手机放在旁边 忽然来了一条非常有趣的短信 他马上就把笔扔了 也不听老师讲课了 然后呢开始回短信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典型的注意分散 对不对 能够明白啊 好 接下来最后一点我们讲到注意的分配 这个也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实验 所要研究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注意分配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人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活动的时候 能够把注意同时指向不同的对象的一种现象 我其实并不是说我每次只能指到同一个现象上去 我在生活当中你们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感受 我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啊 并不是经常会同时做两件事情 我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 这是蛮常见的一种学生身上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好 那么对注意进行分配啊 它本身是有需要条件的 它与并行操作的工作性质有关 就是你要同时对两个对象进行分配 那么我要求其中的至少其中有一个对象 它要达到熟练程度或自动化的程度 比如说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们觉得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吗 一个开车很多年的老司机非常有经验 他一边开车接了个电话 语速非常流畅 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吗 可能对不对 好 我换一种 如果说这是个新手 第一次上路 你们觉得会发生 他接起电话来 语速流畅 逻辑清楚 事情讲得明明白白这种现象吗 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啊 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新手 那么实际上 开车本身就需要他大量的一个注意资源了 他可能很难再有多余的资源 分配到其他任务上去 对不对 如果说这个时候 还是要求他做这样两个 同时进行这两个任务 那么带过来的结果 很可能就是这两个任务的performance都非常差 好 除了第一点以外 注意的分配也与刺激的性质有关 一般来说啊 通道之内的注意分配呢 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通道之间呢 是比较容易的 注意分配这种能力 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它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是可以测定人的注意分配的能力的 当一个人同事做两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注意分配量 这是可以计算的一个应变量 最高呢 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这个就表示什么呢 这个就表示 他同事进行的这两项任务啊 与分别单独做每件工作的时候 效率是一样的 这什么时候会发生 他都一般来讲是可能 他都很熟 对不对 都非常的 对他来说这两个任务 合在一起非常轻松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当注意分配率啊 当注意分配量 仅有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一般就认为 他并没有进行注意分配 而是进行注意转移 既有时只干这一项工作 有时只干另外一项 当这个应变量的值 在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之间的时候呢 表示有程度不同的注意分配能力 我们接下来看实验具体是怎么做的 先看一下这个实验的目的 它是通过注意分配仪的这个操作 首先我们要学会操作这个注意分配仪 来验证啊 注意分配的可能性和条件 是否可能发生注意分配 注意分配的发生 是否需要一些特定的条件 通过对注意分配的这些特征的这些研究 其实可以进一步的把注意分配仪的这个使用呢 扩展到动作啊 学习进程当中去 或者一些疲劳现象的研究当中去 我们的实验也将会在接下来的现场实验当中 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我们这里还是概括的讲一讲啊 可能要选一些被试 接下来是仪器的话呢 注意一下 这里就是有专门的刚才提到了 有个专门的注意分配仪 我们只要学会使用它就可以了 程序 首先是主示要打开电源开关 就是注意分配仪的电源快关 然后呢要介绍指导语 这是一个测量注意分配的实验 分三个阶段做 第一个阶段是光刺激的 第二个阶段是声音刺激的 第三个阶段呢是声光同时都有的声光刺激 在进行光刺激的实验过程当中呢 它首先是要因为注意分配仪 它是有不同的模式的 你可能要选择好是这个 光的这个刺激模式 选择出光刺激这个模式 然后按照这个要求选择出两分钟的一个测验时间 一般来的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面板上有八盏灯 哪盏灯亮你就按对应的哪个键 这就是基本的一个要求 声音刺激阶段 第二阶段是声音刺激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刺激的模式你把它定为声刺激模式 声音的话有三种声音 高音中音和低音 然后高音中音低音分别有对应的按键 每次声音出来的时候 你就按对应的键就可以了 第三阶段的话是声光混合的 就是声音刺激和光刺激都会出现的 然后是随 而且是随机出现 对背试的要求也是 如果光刺激出现的话 那你就按对应的光刺激对应的按钮 如果是声音刺激出现的话 那你就按声音对应的按钮 每个阶段呢 背试需要完成三组实验 共九组实验 每组实验结束之后 休息两分钟 然后记录的是什么呢 记录的是光刺激条件下 声音刺激条件下 以及声光刺激条件下 背试反应的正确率 正确次数 错误次数和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 注意这里把错误项剔除掉 还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因为声音刺激的判断 不如光刺激那样明显 所以如果说实际上 试音的话 没有达到熟练的结果 正确次数的话就会比较少 比较容易出现错误 那么这样的话 你可供用于统计的实验次数 就会比较少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话 所以在做声音刺激的实验之前 你一般要求要做一个预备实验 也就是所谓的练习 让背试熟悉一下这个声音刺激 结果的话 刚才已经说了 统计的是什么呢 统计的是每个阶段的 每一种刺激的正确反应的平均 正确反应的平均时间 和正确反应次数 错误次数 比较背试的分配能力 这个分配能力 用Q来表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表达式 根号下 S2比上S1乘以F2比上F1 这个S指的是声音 F指的是光线 S1为单一声音刺激式的正确反应次数 F1的话 那就是单一光刺激式的正确反应次数 S和F2的话 都是在第三个测试 也就是声光同时有的测试当中 它们的正确 分别对应的声音和光的正确反应次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Q出现百分之百 表示什么 Q出现百分之百 表示他两个的笔值和他两个的笔值都为一 什么意思 表示的是 我在声光这样混合刺激的实验条件下 我背试的一个正确率 背试的performance 跟单一的声音和光线出现的时候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说百分之百 好 接下来 百分之五十又是什么意思呢 百分之五十的意思就是说 大概这个是二分之一 这也是二分之一 这样一个比率 我们得出的值 一般来说就是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百之间 这个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表达的是个体的一个注意分配的能力 得出结果之后呢 根据测试的条件 分析说明影响注意的 注意分配的条件和注意分配的可能性 并且在此基础上 你可以分析注意分配的一个个体差异 这个大家得到数据以后 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提示 进一步分析大家的数据 然后希望得出更多的启示 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